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云端最前线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 今天选情非常激烈的新北市市长的选情 特别是最近这两天发生 苏前院长竞选总部有违规使用的情势 这个对选情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跟变化呢 特别为各位介绍今天雨谈的几位来宾 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参选人 第一位是国民党提名的新北市市议员参选人叶元智 文家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民进党提名的新北市市议员参选人张志豪 文家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午安 第二位是国民党提名的新北市市议员参选人姜宜珍 文家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姜宜珍 OK 非常独立的独立参选人彭佳云 文家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佳云 王世奇 大家好 讨论之前我们进一段最新的新闻画面 我们这个大楼过去朱立伦也在这里做进行办公室 我们也在这里做进行办公室 那应该怎么样的程序 我们都会严格要求厂商 那过去如果有做不够好的地方 很对不起 跟大家道歉 好 回到现场有关这个竞选总部的 我相关的违规使用的新闻细节 我用一些文字帮允友们做细节的补充 国民党新北市场参选人侯友宜的竞选办公室 公开质疑了 苏政昌办公室违法使用 无视公安 迄今已经90天仍然不处理 必须向社会大众说明清楚 更批评苏政昌 言以待人 宽以律己 分明是双重标准 侯友俊人办公室新闻组副组长徐维远 今天表示 担任过行政院长和地方首长苏政昌 将办公室设在民众出入平凡的板桥 利保百货楼上 居然连最基本的人身安全 与消防安全的建管法规都可以忽视 且违法事实到今天已经90天都没有解决 对如此便宜形势支撑创新设计的办公室 却建立在牺牲人员安全之上 这是否是苏政昌口中的超越呢 原知 这个新闻我们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我们看到LINE的群组上 就有些新闻界朋友开始在传了 OK 我先从时间点的角度来看 似乎这个侯伴知道这个事情 已经一段时间了 这样不然一开始就减了 等这么久 等是在等苏院长你自己有发现吗 还是在等一个比较杀伤力 比较强的时机在出手吗 您的回应 其实昨天是苹果日报的记者 先写这篇新闻了 侯伴才开始回应的 所以我相信是这个记者 他自己先抓到这个事情 OK 对 然后公务局也是在记者询问之下 然后才去查着 基本上大家不会 因为他这内部的事情 大家一般也是不会知道 所以某程度是新闻界的 在公开报导 所以相关的包括侯伴 包括新北市的相关的主管机构 才开始进入就对了 会做一些回应就对了 好 OK 请说 那这个事情是 这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依照规定 苏贞昌如果要在那个地方 设立办公室的话 他必须要先申请变更 当使用的类组 因为那个是一个利保大楼 它本来是一个百货公司 那你要做办公室使用的话 必须要去做变更 那第一个是要变更 第二个你要把防火区啊 这些室内装修区把它画出来 那他们是在大概6月多的时候 有去申请变更 但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申请竣工 换句话说 你要申请竣工之后你才可以使用 可是已经使用了90天了 都没有申请竣工 所以这90天 他们在这个办公室的使用 都是一种违法使用 所以他号称说是创新 号称说要强调公安 其实都骗人了 因为你自己的消防 你都还没有竣工 都还没有查验 你就开始使用 这就是治他内部的竞选人员 安全于不顾的一种现象 那我是觉得这个事情 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是说 到底苏贞昌他本人知不知情 我自己判断 我觉得他应该是知情的 为什么 因为你做办公室 你之前要申请变更 你之后要申请竣工 这是一个common sense 尤其是苏贞昌 他已经做过两任的台北县长 也做过行政院长 他对于这部分的要求 一定是非常严格的 以前在台北县长的时候 我们就听我们同事说过 苏贞昌是一个蛮古谋的人 那怎么可能他自己的办公室 竞选办公室 这一定会被人家抓出来 讲的事情 他却没有要求说要竣工 所以我个人判断他是知情的 那如果在知情的情况之下 他居然容许这样的情况发生 其实蛮可怕的 为什么 因为苏贞昌他现在选的是 新北市长 新北市长是要掌管 将近400万人的安全 如果你对于你个人自己 自己是这么便宜行事 那未来你包括你的亲信 包括你的下属 会不会再做出很多支保管法 违法乱纪的事情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件事情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苏贞昌昨天 这个事情爆发之后他的态度 坦白讲你就说你补程序嘛 跟他道歉这样就结束 可是他不是 他还故意去牵托朱立伦 他故意去讲说 这个办公室以前朱立伦也使用了 同样一间吗 同样一间 同一个楼层同一间 在第一次参选的时候 OK 这玩地灵人节 大家都喜欢那个地点 但是是不同楼层 因为那时候朱立伦在选 市长说我也在那个办公室 我们使用的是一二楼 那时候整栋大楼是 只是刚盖好 就是都还没有在 也没有商场的使用 也没有其他的使用 都只是刚盖好完成而已 我们是用它里面的空间 那我觉得他故意去扯朱立伦干嘛 这就是司马昭之心嘛 你硬要讲说 朱立伦也是哦 所以我这样子怎么样 不是无聊吗 你就把你的补证就好 那问题是 上次这个朱市长选举的时候 用同样的地点 一二楼层不一样 有没有任何的违规情势 被检举过去 都没有啊 都没有 你确定 都没有 我昨天特别去问了嘛 我们合法使用啊 OK 所以你自己违规 你去扯人家 一一在哪里 然后第三个 我们觉得比较夸张的是说 你苏贞昌 之前在侯友宜 什么大群馆事件发生的时候 你那时候还跳出来讲说 如果是我当新北市长 我会照顾好文化大学的 什么学生的公安问题 你台北市长你跨刀 你新北市长 你要去跨刀到台北市 这我们不讲 但是你不是很重视公安吗 人家文化大学 在地下室放两个洗衣机 你说这公安很严重 那你自己的办公室 你没有申请 你没有申请竣工 在竣工还没有完成 过程当中你就去使用 你完全置你的选举干部 你的安全于不顾 那以后 你作为一个市长 你再跳出来说 再讲别人 说你这个地方不对啊 你要公安 你要拔人家的时候 你的立场在哪里 以后人家就是违法嘛 违法之后 人家跳出来说 你市长你在选举的时候 还不是这样 至好原知真的是火力凶猛 OK 相关新闻细节 在回应之前 我再做一点小补充 明天是市场参选 苏丁昌进展办公室 那在6月1号风光启用 整理设计 由他的女儿 这个苏巧纯 他以前也在澳美广告公司服务 虽然没有同时间 但是他是个非常优秀的广告人 在这有一些文化创意等等 空间创意都有非常杰出的表现 影像创意也很杰出 他说这个室内装修被报 说未申请许可就偷动工 连动工的许可没有就通 就先动工 埃法6万 那最后也没有去报说 竣工说那你来检查 所以违法开工 那已经工程结束 又没有去报竣工 这有点所谓双重违法 那这个部分您做细部的回应之前 我再提供一个小的资讯 专业的所谓工程技术人认为说 最大争议就是办公室里面这个LED 在1560颗的LED 我们都知道在LED发亮 跟过去苏贞昌所谓 点灰疙瘩那个发光的头 是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的 视觉图形的联系 这部分您的回应是怎么样 文贺哥 刚刚袁之兄也有说了一些话 但是我必须要说 其实苏贞昌未来市长 他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 他的态度决定一切 那昨天第一时间 他也出面来解释整个过程 那么这从头到尾厂商 他确实没有依照相关的规定 这个也是事实 那我想苏贞昌院长 他也已经出面做了道歉 而且做了相关的澄清 那其实重点是在于说 很多的事情 依照规定当然了 现在目前的新美市政府 执政的是朱立伦市长 那现在当然出来说 那很多事情遇到选举 就会特别的扭曲 跟特别的复杂 那我们必须说明 像孙章市长出来说的时候 那他有特别强调2010年朱立伦 也用过那一栋大楼 刚袁之兄也有讲嘛 那一年我在蔡英文办公室 你在朱立伦办公室 所以大家都不陌生 那我必须说啦 当时候一二楼啊 其实也没有变更啊 那公务局 你们公务局今天也出来说了嘛 那说公务局声称说不违反 不违反当时的法令 那什么是当时的法令呢 你当初也没有变更啊 我今天特别去问了一些 建筑事务所的看法 那朱立伦当时说 这个是既有建筑物临时使用 所以不涉及 所谓的变更用途机室内装修 朱立伦说法是这样 那么如果依照公务局的说法 依照朱立伦的辩称 那么苏贞昌也可以大大大地说 他只是临时使用啊 竞选总部也不用设计变更吧 如果真的要拿出来讲 大家都可以这样子来堂塞嘛 但是重点是现在在打选战 我们就出来面对 依照现行的规定跟法令 厂商输失了 那承认错误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方面是 目前现场哦 现场是属于B1类的 休闲健身娱乐业及商场 它的安检规定 它的安全规格 是高于办公室的 叶子兄 这个所谓的B1类 休闲健身娱乐业及商场 作为办公室 它这个B1类是更高于 办公室的所谓的规格 好 这是一个 那公安的检查 也比办公室的要求更严格 是 第二个 那它现在把它变更为 办公室 那我问 之前朱立伦市长 他不变更 为什么 因为你变更之后 三个月之后 如果不是办公室呢 不是办公室 那业者是不是 又要把它变更为商场 很多事情 遇到选举的时候 会特别扭曲 但是 有些事情呢 如果 现在这样子做 那到时候又变那样做 那其实 说起来就不合理了 那再来相关的这个专业的建筑事务所也有这样说啦 那公务局啊 在朱立伦市府的这个时期 涉及到室内装修局变更 都用来刁难很多的各行各业 那么如果现况已经变更 已经装修好了 那甚至没有按图来做修改 那他一辈子都被公务局裂关 这是事实啊 那什么时候来开单 业者都不知道 扰民啊 那我们还是必须要说啦 很多事情依照安全规定 我们都还是要依规定来处理 但是 遇到选举 就事情变得特别的复杂 但是我 我必须还是要说 一个负责的政治任务 你说依规定好 就依规定嘛 那依规定 那我们也坦承 厂商的舒适嘛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你不能两套标准啊 2010年 朱立伦市府 朱立伦市长 也没有变更啊 在同样的大楼 你一二楼 没有变更啊 我还是要必须再强调一次哦 朱立伦市长 在2010年的时候 没有变更 公务局的说法 显然矛盾 OK 这个宜珍 两套标准 以前朱立伦市长 使用不用变更 现在为什么 这个苏前院长使用 就非得变更不可 按照今天最新 有关相关新闻 新北市政府的公务局说 这个违规使用是 违背了建筑法 第73条规定 说建筑物非经领德 使用执照 不准接水 接电及使用 但直辖县市政府 政府认为有左列 各款情势之一者 得另定建筑物 接用水电相关的规定 一 如果是偏远地区 或是非属都市 那可能这都不是了 第二 应新办公共设施 这也不是公共设施 第三 天然灾害损坏 必须临时修复 所以我临时给你接水电 当然都不是 所以这个部分 是目前新北市公务局 对于苏前院长竞选总部 认为必须要裁罚的 相关的一个依据 第二 建筑法 第77至2条规定 供公众使用的建筑物 室内装修应申请审查 许可非公众使用的建筑物 经内政部任有必要时 议同 但中央主管机关 得授权建筑师工会 或其他相关专业 技术团体来审查 那装修的材料 应何于建筑技术规定 是规定的 包括避难消防 点点点等等 那我目前所得到的资讯说 大家还是认为说 其实里面这个大片的灯墙 它所使用的材质 背后的这些配电线等等 认为必须提供更一些 精确的所谓设计跟安全的规范 那不管怎么样说 刚才这个志豪讲说 两套标准 这也是个很严重的指控 如果新北市政府 你骂这个苏前院长说 宽以对己 严以对待别人的话 那不会同样在指责 新北市政府 自己也是这种态度吗 我想刚刚志豪说 态度决定一切 那我们看苏贞昌老店长 他在回应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第一个是先说什么 他先推给朱立伦说 朱立伦也用同样的地方 然后他讲了一大堆 但是重点是朱立伦那时候 也是使用或是申请都是OK的 但是苏贞昌却是没有申请 然后被抓到了 勾一局不是这样说的 大家会这样觉得 就说不对啊 那你就是双重标准这样讲 那所以自豪 苏贞昌讲这么多 先推给朱立伦 打模糊站 打乌贼站 整个泥巴抹上去之后 苏贞昌才说 那对不起 接下来呢 他轻轻一句说不好意思 对不起之后 他才又把责任推给厂商 然后苏贞昌办公室 也是把责任推给厂商 就说我们一定会要求下面的人 要求厂商说 这个东西一定要做好 完全的准备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苏贞昌办公室 他明知道自己是违法了 没有申请 而且就是违法了 所有的一些公安规定 那比方说他提出就是厂商 他令月一号的时候 像游锡坤啊 或这些很重要的政治人物 到了现场去风光启用 而且他还怕什么 他其实是怕大家去发现说 他根本没有申请动工 就是申请变更 所以他禁止媒体入内采访 然后6月2号到7号 才向公务局去提出了申请调查 那6月8号的时候 才提出一些相关的一些 就是使用变更 那些申请项目 而且他的厂商就已经说 那我是违法提早施工 那以苏贞昌老现场 这么就是就是严格的一个人 他一定知道 他这件办公室的事情 那为什么他执法犯法呢 身为一个老县长 当过行政院长 还参与过总统大选 居然会执法犯法这样子 那接下来就是公务局 就是因为为申请动工 就先施作 所以开法6万 接下来就真的是对外开放 7月2号已经首度对外开放 那7月5号核准变更申请 那些书面还不错 但是现在还没有决工 也就像文家哥就说 那就是如果你可能一些某些原因 比方那个灯泡 我们可以知道说那个立保大 其实非常的豪华 大家有走进去过就知道 他不仅地点很好 就在新板特区 离新北市政府很近 而且他一次租了7楼跟8楼 那是一个非常豪华的占定摆平 而且里面的装修非常豪华 不仅有那个非常 就1000多颗的灯泡 而且他8楼的部分 也是做了非常多的设计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看侯友宜的办公室 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像我们现场一样 就简单的长桌 简单的椅子 侯友宜的办公室也非常简单 一张桌子一张椅子 还有他的观光像 那柯文哲他在选台北市长 他理论上就是可能很有钱 但是他最近却说 他的办公室是超简陋 就可能有白板椅子 桌子椅子 但相较于苏贞昌 他就是又宽敞又气派 大家都可以看到 所以像网友啊 就是拿出来就讽刺说 我们那时候苏贞昌 不是还开了一个记者会吗 你看网友就说 苏贞昌啊 就是他可能拍着旁边的人 就说兄弟啊 办公室违法事情 绝对不要说 我们可能就是看哪一天 我们能瞒多久 就瞒多久 所以我们看一看到 已经90天了 现在这件事情才被爆出来 那接下来苏贞昌不是 还带了很多小朋友吗 还走在小朋友的前面 然后所以网友就很讽刺说 小朋友来看阿公怎么带头违法 那接下来呢 他不是有一个环形的大舞台吗 学朱立伦的吗 朱立伦之前选市长 他也是在一个环形大舞台 所以苏贞昌不仅就是先抄袭 而且网友还讽刺就说 我违法我理直气壮 欢迎参观我精心打造的违法舞台 所以这个是苏贞昌 现在要选新北市长的态度 OK这个佳云 你现在独立参选了 真的给你鼓励一下 这个台湾两大党 这个掌握台湾的政治 我想小党或是独立参选都很辛苦了 没有散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 对不对是下代的去加油了 OK你怎么看这个新闻 有人说不大嘛改正就好了 但有人认为说 他就像这个袁兹这边讲说 那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如果这是一个你已经知道 但是你想要呼隆过关的话 那苏贤院长我想他以后面临的指责 会很大 或者也有像袁兹做某种程度 另外一种假设的可能是说 院长可能真的都不知道 他就是我怎么管他这么细 我就交给我女儿 我交给我的竞选总干事去做 你认为在这两个极端之间 做一个市民应该用什么样态度去判断他 或许他的相对比较中性客观一点 其实我自己也在参与选举 我知道选举事务是非常非常的忙 当然说苏院长知情或不知情 我想有可能是不知情 因为真的事务太多 尤其新北市这么大一个区域 他要跑透透 他不可能每一个细节都自己去掌握 那不管苏贤院长他知情或不知情 我们相信政治人物在选举的时候 本身就是很多事情 都会被大家来放大检视 那不管是侯副市长 包括文大宿舍的争议 或者是现在苏院长面临到 这个办公室违法的争议 大家都是被大家网友来放大检视 都会说你自己没有来以身作者的话 你以后怎么来当一个好市长 那当然人不是圣贤都会犯错 那就我来看 其实是只要你发现错误之后 你只要认真的去面对他 直接来面对他 那愿意改正错误 相信观众朋友 所有的选民 这个眼睛都是血亮的 OK 你目前竞选总部在哪里 目前三重独州会都有一个 那里面大概长成什么样子 颅座就是尽量用最简单的状况 OK 的确了 我这次观察苏钱院长 他真的很用心去创造一个说 属于他那个世代一般人不会做的一种 属于潮流的 属于趋势的 属于年轻的一些想象 不管是视觉 包括是文字等等 但是我觉得一些最基本的游戏规则 一定要严格遵守 因为那是所有的创意 一定要扎稳地地基 如果这地基一旦送动 你上面有再棒的创意 都难免无情的政治的检验 政治的检验绝对没有宽容度的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苏院长应该立刻做改进 那同样的标准 我希望说新北市的 这样活副市长这边 也都能够用一个最高标准 来要求自己 那最后的裁判 就让选民去做了 实际怎么看 这两个阵营连这个地方 都有很多的攻防在里面 我觉得因为牵涉到房子 所以现在这一次 侯伴就会很哀 因为上一次他们 被房子这件事情打得很 文大速射 对对对被打得很惨 那房子会变成选举的一个主轴 我觉得也蛮妙的 那这件事情有没有办法处理 当然有办法处理嘛 标准SOP作业模式就是 对不起道歉我改正 赶快火速的 改补什么就补什么 可是看起来好像六月底的 六月几号就申请 就一直还没下来 然后就多 还没下来 然后就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就是犯错嘛 那犯错的时候 就干脆利落的道歉 所有程序赶快补证 一切以法律为主 我觉得就OK了 那两边会这样子打 我觉得难免也是因为 这个地方的选战激烈 可是比较不一样的部分是说 当时文大那个宿舍 它量体大 而且它那个牵涉到另外一个 就是不止法律的部分 还有一个道德的部分 所以那个时候 哇可以炒成这个样子 那所以我觉得 文大宿舍现在看起来也落幕了 也这个台北市政府 也提供了一些协助 房子的事情处理完了 我觉得选民就会 自己做判断了 它会是在选战当中的一个插曲 但是我倒觉得说 拉长来看 不会变成一个主要的主轴 OK 它会或许会有一些人有影响 但是它不会被放大到变成 影响选举胜败的一个最重要的关系 我觉得还不会 OK 我想这个问题 下一个就直接就问嘉宇 因为这个两边竞争很激烈 双方都在抢这个各路人马 跳跌要把它唱起来 侯友宜苏登昌到卢州拼场 两个人当然亡不见亡 不过一位过去是民进党议员 他说他这样想起来说 猴是我的新的伙伴 那这一位是郑金龙先生 他是新北市第一届的议员 那在老台北县的时候 有做过十四十五十六届三届的议员 过去也是苏田院长 三重竞选时候的总干事 于天立委的竞选总干事 那包括蔡英文高志鹏的竞选总干事 民进党台北县议会的党团的总召集人 那也是绿色和民电台的主持人 我想这郑议员应该在民进党党内 有非常重量的资深党员的分量 那这次的一些相关的讲话 我把它做一个手版 侯友宜在台上致辞的时候 特别称赞台下的民进党籍 市议员郑金龙氏郑宾宾友 指出郑最高位最实在 这一次要交棒给他的媳妇 彭佳云的现场的佳云 这是一个很棒的年轻人 要给他热烈的掌声 那这个听完这办法之后 郑议员就回应说 他相关受访表示说 院长苏贞昌是老朋友 侯友宜是我的新伙伴 支持谁都可以 政治的话都有一点情署 这个字我就解释不出来 因为我大概看了三份 包括我们小欧写都写情署 我打电话给他说 那天的什么叫做情署 他说现场就这样听 我说事后没有人去追议员吗 他说议员就立刻走了 也不知道怎么追法了 包括苹果包括我们 包括民事大家都写情署 我说那情署 等一下麻烦您翻译一下 他说双方我都给他恭喜 但兄弟登山我要各自努力了 那比较大家觉得有一点有趣的是说 郑议员讲完这句话之后 他立刻也就离场 他并没有等苏贤院长来 再跟他同台了 所以有人就用这前面的讲话 去问了苏贤院长 那苏贤院长听完大家 媒体对他的叙述就说 对于媒体询问是否觉得 侯友宜借由郑金龙 的一些相关说法 来达到拔庄的一些目的呢 苏贞昌警回答说 像这样讲话口才也不错啦 OK来佳芸做一个完整的说明 庄有被拔吗 还是没有 庄还是牢牢的在那里 那如果没有被拔 那为什么这次要用五党籍参选 这里面的各中三维是什么 麻烦您 好可能要先还原一下当天的状况 当天其实我们是第一个到现场的 那侯负是后来到场 我们并不是刻意要跟侯负在同场 因为其实我们不知道侯负的行程 那到场之后因为公公他是当了五届的议员 那二十年的议员 那侯负也是七年多的副市长 双方的交情本来也就都很好 都处得也不错 那侯负在台上呢真的是对家云是很帮忙 那也帮家云赞下给家云一些鼓励 那当然宝负的公公的他的做人处事 他就是不口出而恶言 而且是觉得双方都是好朋友 所以当然现场这样讲的时候 其实爸爸意思是说 但不是双方各有亲属啦 爸爸意思是说 公公意思是说其实是 双方的政党都会有各自的归属 OK 情属 OK 该归什么就归什么这样子 那公公他 因为他其实是民进党的创党党员 在三重也是非常非常资深的 民进党议员 所以他一直来都是 当然会支持我们同党的 支持同党的苏院长 那这个东西是比较被媒体误会的 可能前一句说都可以 他意思是说双方 各个政党都各自有各自的归属 那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双方只要能够谁当选 他都很恭喜 所以肉体上看起来跟两边维持友好 但是灵魂 灵魂还是 我是民进党的就对了 OK 我这样解释会不会太过分 灵肉有没有合一 灵肉看起来没有合一 就肉体跟大家握握握手 但灵魂我还是挺 这个老朋友苏前院长 应该这样解释不过分 当时其实会先离开 其实也是因为自己 我的身份其实是比较尴尬一点 因为当初在决定要参选的时候 时间点是比较晚的 那民进党的这个党规是说 你一定要入党两年 才可以来代表党来参选市议员 所以当初我的条件是不符合的 所以后来才会用五党级来参选 那其实也因为我的身份是比较尴尬 那在同选区 民进党的议员会比较吃味 之前其实就已经有寄出党规 不希望我出现在民进党的场合 所以才会在苏院长到场之前 我们就先离开 其实是不想要让苏院长难做人 OK所以也非常的体谅到院长的一些 一些为难之处 那袁之你要不要加油添触一下 不是我是觉得 看这个眼神就一不小心会搭解 我是觉得说其实也是蛮为难 我正议员 因为他坦白讲他如果要支持苏正昌 就大方讲出来就好了 为什么要玩这个文字游戏 之前民进党也在操作 就说我们议长蒋跟煌到底有没有停侯友宜 就拜会多握手啊 对对对 蒋跟煌好像跟苏正昌比较好啊 怎么他都拜托苏正昌帮忙 可是蒋跟煌现在就摆明了 他支持的就是侯友宜 那这就是一个态度嘛 那郑英远其实他也可以就直接讲啊 我支持苏正昌啊 而且我其实之前也有在一些三重场合 也遇到过家云嘛 那一场也是侯友宜的行程 我有去吗 好像是一个工会的造势的后援会 其实家云在现场 郑英远在现场 那时候侯友宜也是说 我们一起来帮家云加油啊 动算啊 所以武党籍我觉得大家都保持一个好关系啦 那到底说心里真的支持谁 我觉得大家可以 所以你还是绝对 我觉得就他如果真的支持苏正昌 那那个麻烦把那个老实数拿进来 OK来志豪能观察呢 对你观察这个事情 就像袁之兄说的 有时候地方的生态 特别是家云他是用武党出来参选 是比较辛苦 那地方有时候生态 在特别是未来真的当选议员之后 特别的明显就是 地方服务其实是比较不分蓝率 是 实际在做服务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在分蓝率 而是在比说 大家在议会里面 甚至辅会关系是不是和谐 OK 是 这个比较是正面看待啦 那倒是不用都去看拔不拔装 因为拔装不拔装 其实与其讨论这个 倒不如来看各候选人的证件会比较重要一点 是 比如说 侯副市长他是不是有提出相关的证件啊 那他是不是要接受辩论啊 其实这会比较重要 OK 那拔装我倒是觉得这会与时俱进啊 都不太一样 OK 宜珍 你觉得这个拔装是真 还是肇事才是真的 OK 就跟家云是高中的同班同学 对对对 然后所以也很开心这次就是有机会去参选 那你们同选区 不同选区 我们一天还搭同一班工程上学 我们都出版了 对对对对 对那我老家在土城 所以就是回到那个土城选区 百姓选区这样 那我想侯友宜他其实是非常非常鼓励年轻人的 包括就是像我跟叶仁芝在初选的时候 我们跟一些就是可能以前当过议员的人一起初选 他们的地方实力都很强啊 但是他就特别的听我们这些年轻人 所以我想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鼓励年轻人要进议会 要进到第一线 然后如果愿意年轻人愿意为国家为社会服务的话 他就会非常鼓励年轻人 所以也特别鼓励家云就毕竟我们同年纪 是这样 那呃所以尤其像侯富他的办公室也几乎都年轻人 不止三十几岁又二十几岁的 大部分都是这些年轻人 这完全就颠覆了以往国民党籍候选人的一个形象 那再来就是我想家云或是我们大家在地方跑也都知道 就面临那个老议员厮杀 就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 像家云就说他民进党籍的一些那个场合 他就不好意思去 那像我们比较年轻的初选的 甚至已经通过国民党提名的 但有时候还是会感受到就是两党 或者是已经现任议员的压力 所以我想侯友宜就是在这部分也是非常的 给我们这些年轻人来一些鼓励 那我想像苏贞昌他应该是非常非常焦虑 因为我知道像有些行程其实侯友宜去 不管是前一天去或前两天去 他可能后脚就到 因为他就赶紧就是可能就是说 那你也帮我安排一下 或是甚至呢就是侯友宜今天这个行程去了 然后里面的人可能也是比较挺绿啊 比较挺民进党的 就会说那你帮我们苏贞昌安排一下 所以我想苏贞昌老院长其实非常焦虑他的选期 这样子 OK好我们要进下一个话题之前 今天告诉全国的爸爸妈妈 我们都蛮高兴因为小鬼门关的 今天全国的小朋友都乖乖去上学了 那上学前当然要看弟弟的这个暑假作业了 这是以前这个有一个这个连锁食品店 他的广告说看一张纸把它撕起来 黏着一个好有趣的画面 他说我最喜欢的暑假作业 就是在天气热的时候 爸爸请我吃一个冰淇淋了 夏天选举很辛苦 可是看大家在选举那些选民 他们的生活其实更辛苦 希望你们在胜选之余 然后回来真的帮这些在烈日下生活的老百姓们 给他们一个清凉解渴的冰淇淋 我们进一段 不只是台北市新北市 甚至连着基隆市连着桃园市连着宜兰 大家都知道一千万人在这里生活工作休息 我们都要一起努力 我们七月的时候就已经合体 那我也在新北非常的忙 大家都很努力 就是一起大家有机会就在一起 都由党中央来安排 院长跟委员未来会在什么样的议题上进行双北 这党中央都有在规划 由他党中央在进行的时候 我们都会适当的时候就来 那双北的联合政见下有着陆吗 其实不但双北是个生活圈 我提出一千万人的舞台就是整个北台湾都是一个大生活圈 不只是台北市新北市 甚至连着基隆市连着桃园市连着宜兰 大家都知道一千万人在这里生活工作休息 我们都要一起努力 这个其实今天来这个市场就是具体的双北生活圈最典型的代表 那未来当然不但是双北 北台湾或者是首都圈 各个层次的合作的问题 当然我们在这个党中央还有我们各方面的幕僚 其实都在就在谈当中 其实不久前我们在讨论大学生宿舍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双北跟中央包括教育部怎么样来合作 那时候我们的意见都非常一致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逃着这样的一个价值跟目标一起来努力 委员有没有觉得好不容易等到院长 其实不会啦 我们上次穿西装一起踢足球 我们在党代表大会其实就已经大家在一起过 那未来我们还有更多合作的机会 那好不容易合体心情怎么样合作呢 我们其实今天算不好意思啊院长 今天我们算是主人来接待你啊 但是你是内行的知道说这里啊 超过一半以上的摊商是新北市啊 所以这里大家好处兵他也是好伙伴 OK这个千呼万唤使出来了 苏瑶终于合体了 那新闻记者除了问了他们两位以外 当然有去问一下侯副市长 侯有余回答说他认为苏贞 他为苏贞昌暴躯啊 他还说发出嘿嘿嘿的笑声说 会不会让苏前院长太为难了啦 OK过去的选举我想国民两党都有一个共同的选举 所以说台北双北要让他们形成所谓共犯效应 就是说整个选举总动员的效应极大化了 所以不管这个苏贞昌跟姚文治 当然因为中亚卡一个柯文哲啊 所以讲说会不会太跟姚立 跟这个姚文治太亲近 反而会造成说柯文哲 柯本的外溢效应持续扩大 对苏贞昌有负面影响 所以迟迟没有合体 你观察有这样的事情吗 不会啊 就是当时要提姚文治的时候 其实就是用民调来做判 如果不提名的话 反而对于苏贞昌的负担还会更重嘛 所以到最后民进场还是采取了提名 我觉得侯友宜的口才不错啊 还蛮会给人家刺一下的 还帮苏贞昌这个报虚 既然口才那么好就出来辩论一下嘛 我还蛮希望看到他辩论 他从初选开始就不辩论 我觉得有一些失望啦 那这个姚文治跟苏贞昌两个人的合体 在这个测试场本来就七成以上的摊商是新北 所以这个地方是两边都势必要去拜票 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姚文治好像在那边比较 就是主人比较像苏贞昌 我觉得这也难免 那苏贞昌就的确是经验比较老道 他也的确是政治路走得比较长远 他的官也曾经做得比较大 那所以大家看到他会更为熟悉 他带着姚文治 我觉得那个也无可厚非 那就是说 两个人的合体 我觉得还是要创造一些亮点啦 就是要有一些梗 那接下来是不是他们两个人 还会有一些政策的梗 然后那个梗要可以吸引人 吸引媒体去关注 我觉得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那侯友宜也有跟丁守中合啊 那所以各个党双北 势必得合嘛 能不合吗 不然怎么办呢 他一定得合 但是侯跟丁合的时候呢 我也建议说 的确也要创造一些梗 他们上次曾经合过 但是那个梗我觉得不够强 还是得要设计出多一点的桥段 我觉得那个才会有那个势 因为两边合目的就是有势 那所以要把那个势给造出来 我觉得需要一些设计 OK 最近刚才石秀提到说 要不要辩论 那这个侯拜一般是说 请苏前院长先对于 这个深奥电厂要盖不盖 先直接说清楚讲明白 不要用模糊的语言带过了 他先向苏天昌说 你在这个反深奥议题上面 他认为苏前院长一直在闪躲 那侯友宜是说 直接说干或不干 一句话不要躲来躲去的 那同时在这议题上面 侯友宜领军 国民党提名的北五都 进行一个叫做反深奥电厂 宣布成立叫一定胜利的连线 侯友宜丁守忠陈学胜 等等一定胜利的这样一个连线 在诸位回应之前 我们把上一次我们讨论 有关新美市市长选举的 新闻云所做的纪委九市民调 最新的结果帮大家做一个 简单的记忆的回复了 包括那时候最新的调查 侯友宜是45.2的制度 苏仁昌24.2都不支持10.5 不知道没有意见是20.1 在这次的调查里面 我们如果以深奥电厂的议题 那天梁文杰在现场 我就给他弄几个有趣的地方来看 说年轻人的部分20到29岁 侯友宜46赢过苏贞昌25.5 民党绝对是个警讯 你的青春招牌不再亮了 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侯友宜守住了国民党传统的 所谓40到49 50到59 这个叫做扛世代选民的选票 他大概都有领先20几个percent 但是在区别来看的话有趣 像过去一直认为说 这个苏贞昌要反败为胜的 所谓卢州三重几个区 目前来看民调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落后 像卢州三重 侯友宜45.5 苏贞昌只有26.9 最戏剧化是在九选区 平溪瑞芳双溪共良 这个深奥电厂的守在地 国民党侯友宜的支持度是81.3 很抱歉 苏贤院长在这边的支持度是0减出 没有没有任何支持度 那我当初就问了这个梁文杰 文杰做一番剖析 他说他我也很公平讲 他说他在民党内部看到民调 不是这样我都完全尊重 那他也提到说 他认为新北市未来选举真正决散的议题 他说就是深奥电厂议题 他认为苏贞昌这边应该做好准备 他甚至说他非常看好苏贤院长选期 他说苏贤院长如果跟他开口 他立刻辞掉市议员的位置 愿意去帮他辅选 他那时候在节目这样公开讲 OK 如果按照文杰兄 文杰兄是一个政治系的高材生 选举的策略 他也是高手中的高手 他都讲出说 新北市选举最终那一期是深奥电厂的议题 那为什么到现在 你观察这个苏贤院长的部分 讲的还不是那么的简单干脆俐落 就买就乌就乌还是怎样 为什么呢 这里面有哪些不方便讲清楚的地方 你的观察 我是觉得有两种可能 因为第一种可能 我在另外一个节目的时候 那时候私底下有很多民进党的议员就在讲 他觉得民进党为了选举 什么时候做得出来 有可能在选前一两天 忽然宣布深奥电厂不见了 就是让这个情势大逆转 这是民进党他们在讨论的 这也是一种可能 OK 第二种可能是深奥电厂 民进党到底有什么非盖book的理由 其实大家都讨论很久都想不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深奥电厂 苏贞昌的立场是说 只要临污染又安全 他就支持 那我们新美市政府 其实也有委托过 中兴大学一个庄教授做过调查 PN2.5 如果深奥电厂盖下去 是会提高到每立方公分6点多毫克 是会比现在高三倍多 那在北海岸珊瑚礁部分 也会被大量的破坏 所以在污染方面 这个已经证实了 那既然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苏贞昌为什么他就不直接表态就好了 他就说深奥电厂 那我就不见了 因为有污染 其实这个事情就解套了 可是他一直不愿意这样子做 那第二个就是 大家有发现深奥电厂 民进党一上任 就马上要重启深奥电厂的 环评的差异性评估 那民进党 他现在一直把深奥电厂推给国民党 说是国民党任内新建规划的 而且推给朱立伦 说是朱立伦 在当行政院副院长的时候 主持一个会议定案的 那后来新北市政府 其实都有举出很多公文 做一个回应 打脸他们 就说这个深奥电厂 它是在2006年除役 但是2005年的时候 民进党政府就提出 新建提出一个就是 更新机组的扩大的规划 那个就是在民进党政府任内 提出来的 这个部分上一次 民党立法委员在这边现场 他有讲说的确 是苏前院长 在行政院长任内的时候 就说重新就是要 让他这个再盖就对了 但是后面的争议 事实上之前我们有讨论了 我们也跳过这些细节 那你认为说深奥电厂 终究民党立场 比较会是说不要去啊 还是要坚持目前 所以我现在 我职业定就是说 刚刚我怎么讲这个时程 最主要就是说 后来深奥电厂被停建 停建原因是因为 当地很多环团 认为说卸煤码头 会污染环境 所以要求 那国民党政府就把它停建 停建之后 什么时候又重启呢 就是在2016年的10月 就是说蔡英文政府上台 2016年5月份 那他10月就宣布要重启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深奥电厂 就民进党非盖不可 而且这么急的要盖 上任5个月 他第一个 他很快就把这深奥电厂 就来处理了 所以就大家就会觉得说 那你是 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因 非盖不可 而且民进党一直讲说 会有缺电缺电缺电的问题 好那缺电 深奥电厂盖下去 他什么时候会供电 是2025年 换句话说 等到深奥电厂盖好供电 也是十几二十年 也是很多七八年后的事情 对 所以你到底为什么要干 这个部分我们参不透 是 就是说我已经证明说 这个事情是有污染的 而且你的动作又这么的急 那到底是为什么 是 这也是我们觉得很奇怪的地方 OK 我们每次讨论这议题 我想蓝绿的朋友 我们都会提供最近一个 我认为相对比较客观 中肯的一个调查 远见杂志的彭信祖的老朋友 一辈子不蓝不虑 而且做深度议题的调查采访 他在今年的5月份公布一份叫做 台湾有关能源政策态度的大调查 今天有几个比较关键性的 一些意见的呈现 说57.9%民众支持核电 年轻人占比还超过7成 全体是57.9%赞成 18到29岁的70.5%的赞成 太高了吧 如果以过去台湾的反核式 或是反核运动来讲 这群都是反核运动最主要的支持者 因为反核之外 他们还代表了很多反国民党的独裁 反很多他们认为当下一些 不合时宜的一些概念 整体包在一起 那为什么这群人最近的态度 有这样子的改变了 第二个 71.8%的民众不相信 火力发电是干净的煤 对照这个赖院长说 这是个什么干净的煤的发电 大家是不是采取负面信任的态度 那特别你看这个双北基宜的话 不相信能更高达68.2% 全体是71.8% 再下面这个 57.5%的民众不同意盖升到电厂 年轻人占比最高 18到29岁65.4% 全体只有57.5% 18到29岁更高 OK 至少怎么看这个政策 如果像文杰讲说 对民党选举有百害无威力 像柯总招常常在讲 说参计要搞 没办法的事情 不要再重 典型就是不要再重的事情 你的观察是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深奥电厂很清楚 全国的人民 包括北部地区的民众 也大概都清楚了PM2.5的严重性 那它的这个危害人体健康 这当然大家都知道 但另外一方面 我们还是必须要说 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 它必须用总体的政策的观点来看 也就是说 好 你反不反深奥 那这当然不能一刀切 因为深奥电厂 我们很清楚知道 袁志兄刚刚也说了嘛 这是有关于一个历史共业的问题 过去国民党开始到民进党 民进党开始 好 从民进党开始 一直到国民党 那朱立伦担任副院长的时候 2010年 他也这个签了财势的11.8亿的 你完全讲错了 是2006年的时候 行政院核定的时候 就已经起了一个11.8亿的计划 朱立伦当时主持的是一个节能审探会议 那他2010年年 他也主持这个电厂 太久换新嘛 节能审探会议 那11.8亿呢 那个是2006年中央核定的时候 就已经编了 这个新闻报导也有说 11.8亿是2010年 2006啦 所以这边核定的时候就编了 这个过程是这样 那他确实是一个 经过蓝绿两党的过程嘛 这也是事实 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说 总体的能源政策 还是必须要很负责人来说清楚 也就是目前北部的用电 它的自主发电量 就北部的这个用电 它占全国的四成 百分之四十 那北部的发电量百分之三四 那之中的差百分之六 从哪里来 就是中电北宋 南电北宋 那这个问题是一个事实嘛 那你要解决 夏季尖峰负载的问题 那要总体的来看 总体的能源政策 那现在国民党出现问题是 乙和养绿 或者是 你到底要不要表态说 你赞不赞成重启核四嘛 这是侯副市长 他必须要跟国人说清楚嘛 你反不反 深奥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违害国人身体健康 那现在到了这个程度 那大家来说清楚啊 那侯副市长的态度是 马英九说 以和养绿 重启核四 侯副市长要不要支持 要不要说清楚 他的态度是怎么样 辩论就可以说清楚了 接受辩论吧 侯副市长 包括袁之兄 你也劝劝侯副市长 接受辩论 解决一切 赵哥那你也劝 你也劝苏政策 赶快把市场电场的立场 讲清楚 他支持的辩队吧 辩论讲清楚啊 你立场要是 大家立场先 确定的再辩论嘛 不然大家吵来吵去 立场也是很清楚嘛 没没 因为这个是 我补充一下 为什么说 现在还不要辩论 因为大家很多的立场 都还没有讲清楚 到时候辩论也会 变成各说更话 辩论就可以讲清楚了 辩论他有时间 跟他的形式的 这样的规定嘛 大概侯副是不反对辩论 只是说 有些重大议题的立场 必须先让大家清楚 本来就 第一个本来就不反对辩论 第二个辩论 通常都是在选前 几个礼拜进行 那现在离选举 还要八九十天 没有人这么急 就开始辩论 那政见 现在大家慢慢套出来 丁首宗加入马英九的乙和阳率 重启核事 侯副市长要不要接受 如果我这边讲 侯副市长其实他并没有反对核电 他的主张是认为说 核废料要先 要有一个比较 无无览的处理嘛 为什么 因为赵老兄你也是在 朱立伦他也 你也在新北市选嘛 那我就问你们 第一个你知不支持上路电草 我刚才已经讲很清楚了 你知不支持吗 PM2.5的严重性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说总体能源 总体能源政策 OK 因为你知不知 今天不是我们两个 好啦 第二个 为什么新北市长会特别对核废料这个事情 会提出比较多忧虑 因为都在新北市嘛 都在新北市嘛 那你接不接受核废料永远放在新北市 你身为一个新北市的未来的议员 所以我才问 所以我才问 所以嘛问题在这边 我想最好是提出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 你必须要有些取舍 所以我的 在里面要有一个策略 第一个他并没有说反对核电 那要不要支持马英九啊 不是你核废料问题 你要先想出一个办法出来嘛 那就大点马英九啊 没有没有 你如果能够说服郑文燦 把核废料放在桃园 OK啊 对啊 现在问题 那个点在这里 那我为什么认为说 现阶段先不要辩论 我个人看法 因为你要把政策先讲清楚 我要给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居住正义的问题 侯友宜讲的居住正义是什么 他是认为说 在防灾行都更的情况之下 有时候我这个已经变成围老楼了 那但是少数人他就是不愿意搬 那你这怎么办 你要先有居住安全 再有居住正义嘛 他的讲法是这个 可是居住正义这四个字 就被别的党 不是你们党 别的党啊 扭曲成说 侯友宜什么不重视年轻人 买房子的权益 就大家对居住正义这四个字 都可以这样的扭曲 那我今天如果 没有先把我的政策立场讲清楚 然后贸然就上辩论台去辩论 一个人十分钟 然后叫他结问 讲不出了所以然出来 所以我们还是期待这个辩论 应该要发生 而且在适宜的时间 我也不敢说要多快多慢 那至少应该要让它发生 我想双方应该都有这默契 这个宜甄 你怎么看这个深奥这个议题 在你的选区里面 选民的态度如何 而逼到我常讲说 一个最差的公共政策 有一个特征 就是要让老百姓 在美好的未来 跟痛苦的现状之间 你给我选择 你帮他算 你是要现在辛苦 还是未来更轻松 还是要未来 我觉得太痛苦了 你不能逼老百姓做这种选择 你要告诉我们怎么渐进 怎么过渡 怎么牺牲五 未来得到七得到八 我对两党在这个议题上面的说服 我要拍桌子拍三项 都不太及格 来 你在看完 我想像刚刚志豪也说了 就是反污染啊 尤其是空气污染 现在大家都很重视 尤其志豪自己也有小孩子嘛 然后我们自己就是平常可能 不管是骑车或坐那个捷运啊 然后坐公车 出来之后 闻到那个空气的味道 大家都会非常非常在意 那在北部的民众呢 大家也都会很忧虑说 我们未来的日子 会不会像中南部一样 所以我们就是 不管是侯友宜朱利文 我们的态度一定是 反申奥电厂 那刚刚就是文家哥 也就是有 就是讲那个民调的部分 那其实在我的选区 土城树林三峡英哥 他其实过去是一个 比较偏绿的选区 就是十席里面 国民党只有三席 所以他是一个比较偏绿的选区 但在这一次就刚刚文家哥 分享那个民调里面 其实侯友宜也是 大大胜过的苏贞昌 是40比24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很多议员的参选人 他挂的招牌 他就直接写反申奥燃眉电厂 那你想想看 议员是最斤斤计较自己的选举 他一定会选择 那个就是对民众 就最有说服力 最能够打动民众的口号 去做他的看法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像这样的议题也在偏绿的土树三印 这样的选区有发酵 那试图的去就是跟民众说 我们绝对反申奥燃眉电厂 大家可以这样很大方的表态 你就可以知道申奥燃眉电厂 对新北市的确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大家非常非常重视 尤其像土树三印 他其实是 是一个工业区的地方 那有时候工业区 他会排放一些黑烟 那所以环保区都会去抓 所以大家也都可以知道说 对这个空气的品质 我们绝对不能妥协 那所以我们是真的非常希望 就是苏贞昌院长 一定要把申奥电厂 他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OK 我相信他不愿意明确的表态 是因为他内心 其实说不定也是支持说 我不要申奥燃眉电厂 但是跟中央的政策 目前有所抵触 对因为他选情不价 他可能需要中央的支持 所以他只好说一个很模糊的 很模糊的话说 只要是很安全没有污染的话 我就是可以这样支持 那所以我想苏贞昌 就不妨大方说出来的 OK 那家瑜的看法呢 申奥电厂在你的选区 这议题发酵如何 刚才这个讲到说 这个地方选举的议员 那个鼻子最清楚 但什么人要想 什么人不想想 一文就知道 在这议题上面 你的选区 有没有什么 比较意见上的倾向呢 其实就我现在接触到的 大家几乎都是不希望 盖申奥电厂 因为空气污染是这几年 大家非常频繁 在讨论的一个问题 当然这个电厂一盖 大家非常担心 它对整个环境的破坏 还有整个PM2.5对人体的伤害 虽然文家哥说 刚刚有讲到说 这次申奥电厂 就是这次新北市 选举的一个决生 文杰讲的 我给他转速 我给他观察 最关键的议题 但是申奥电厂盖或不盖 我个人觉得 它不应该变成 选举的工房站 因为用电这件事情 是大家生活上所必须的 我们不可能又要马而好 又要马而不吃草 我们大家都要用电 可是我们又不想要核电 我们又不想要盖申奥电厂 我们一定势必要在当中选择一个 可是谁好谁坏 谁对环境的破坏比较大 谁是哪一个的破坏 是我们相对可以接受 因为不可能 一个发电厂 他完全不可能造成污染 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 所以应该是这部分资讯的揭漏 要让民众充分的了解 要有双方的沟通 不是沦为政治的口水战 所以认为资讯充分的揭漏 人民才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面 做一个相对理性的选择 我想我们今天做一个 不要讲测验 那个一讲说车也没什么 你们手上每个人有一个白板 你们都选举新人缺乏知名度 所以看板对你们建立知名度 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我想了解一下 你们现在你们的看板上面 你们写了哪些字 跟你的选民沟通 不是原资怎么样怎么样 字好 我要怎样怎样 那你们写的时候 我想导播再tag一下这几个画面 我还是鼓励年轻人 新北市是一个年轻人相对很多的一个城市 这是一个有趣的广告 他说满汉全席 满满是汉的全席 你看年轻的同学 在路边摊吃得满头大汗 夏日的夜市面摊 是学生的修罗厂 这是台湾的年轻同学们 每天生活的一个场景 烈火战车 那台摩托车 哪怕火呢 烧到要死 为什么 你看业务员戴个安全帽 浑身都是汗 夏天是业务员的地狱 OK 这些非常生活片段的揭露 事实上对选民是有很大号召力 私乐园 儿童乐园里面的小朋友 每个都浑身湿搭搭的 为什么 因为妈妈关心小孩 夏天有一种热 是妈妈觉得你会冷 明明这么热 妈妈还说 你是会冷白假清一娘 就穿到狗到要死 去游乐园玩到浑身 都变成一个什么 私乐园 这几个 有别于传统的政治叙述 可是却打动人心的方法 我不知道这几位年轻朋友 你们的参选 你们的主张是什么 来 原汁开始 秀出来 我大概 你写什么 问题很简单 你要告诉我们 你写什么还为什么 好 来 梅根 一分钟 一分钟 我大概在看板上面 大概就写这几个主轴 好 第一个就是朱立伦跟侯友宜丽婷 因为以前我是市府团队 所以我会主张说 我有七年多的市政经验 我对市政熟悉 而且我的服务也都最快 那朱立伦跟侯友宜 过去都是我们老长官 也非常支持我们新人 出来参选 所以我会先把他们两个 跟我合照 然后放到我们看板上 那第二个我会诉求 我是国民党的强棒新人 因为现在很多人对政治不满 需要很多新人加入 让市役会有新的活力 而且我们新人没有包袱 我们可以认真的来 帮选民做事 所以我会诉求我是新人 但是我是新人 不是素人 因为我们还是有 基本的工作经验 跟青年市政的理念 然后最后一个的话 就是会 我的证件的诉求 我会主张以教育为主 当然孩子是大家 最重要的宝贝嘛 那我个人是师大的教育博士 后学人 我也是很多间大学的 接任讲师 所以我希望能够在教育 这方面让大家可以 安心的学习 快乐的长大 OK 好 缺乏烈火战车那种feel 哪个字好 我的看板的诉求主要是这样 那包括我登记参选的政见 我提出阳光综合要更好 因为我16年前 我是赵永庆委员助理开始 那他当时候诉求 阳光环保新家园 那我想这样 阳光团队到现在都是 在诉求主要的 帮地方解决问题 那么整个阳光团队也是诉求 目前中央的江永参委员 那地方也要一起议员 来一起做事 一起解决问题 我想阳光综合要更好 就是综合还有很多问题 必须要解决 那这也牵涉到整体新北市 比如说刚刚我们有谈到 杜更的问题 那未来还有很多 产业发展的问题 那更重要的是 提出两个更好 就辅老稀佑 也就是我有提出 孩子的这个生活要更好 孩子的未来要更好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下一代 包括我自己是 有一个一岁多的小朋友 那很多很多 新移入的家庭人口 在综合特别多 所以我就提出这样 我们必须把托育做得更好 那更晚 完善 那晚善的照顾 托育 那并且是解决 下一代问题 那另外 有关于长照2.0 我们必须落实在每一个邻里 那也一并的解决年轻人的担忧 好余珍来 潘雨昕 时间跟你压缩到40秒 好 那我的开盘上面就写您的发言人 因为我过去呢 是在新北市政府担任副发言人 OK 你的发言人 有心 不错 那之后就是如果有机会担任议员 也是担任就是市民的发言人 就是延续这样的工作 持续为大家市民发声 然后为民喉舍 那另外我也写上我们的学历 那就是台湾大学跟美国康兰尔硕士 那一个是念政治哲学 一个是念公共行政 所以我也有代表我以往的学历 是有些专业 那希望可以为市民人们来服务 OK 来 麻烦佳云 主播上场三奴的新选择 跟我过去是媒体人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 媒体人其实就是站在民意的基础上面来发声 所以佳云就是以主播跟记者的身份 为大家来发声 那为什么说是三奴的新选择 一方面呢 这次是新人 然后另外也是以武党的身份 其实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厌倦了蓝绿的恶斗 那佳云所有的发言都是从自己的内心 然后倾听大家的民意来说话 民意高于党义 所以希望未来是以这样子的角度 来为大家服务 是民意高于党义 我来挑战一下 这是我在网路上搜寻有关竞选 人家看板写的 韩国一个叫金龙焕先生 他的主张叫做 有晚上的生活不要想歪 很多人加班到很累 事实上没有晚上的生活 有晚上的生活 非常平易近人 点出了什么 你要帮谁发言 他们生活的苦难是什么 我让你有晚上的生活 另外一位 他说 他也同样一个 他写说 让国民不再生气 这几年我们选的政治人 很多说选出来 选出来跟我做对的 OK 小池百合子 东京都的市长 让整个东京变成动漫乐园 但他是市长 他对这个城市有他一个想象 这个更屌 意大利前总理贝鲁斯科尼 这个是花花公子 说在4月9号选举前 我不过性生活 当然很情色 不过也彻底的揭露 他的本质是什么 这种广告影响都很强 然后我们最后 剩一点时间不多 就不大家不做结语了 我想一个结语 是一个上班族 他一天的心声 说坐在末班车的爱心专座上 我觉得自己这一整天 终于被宠爱了一次 你们选赢更是重要 但是怎么宠爱这些 付托你们的选民 才是真正的重要 我是冰淇淋天空室 我是冰淇淋一线 冰淇淋一线 冰淇淋一线 我们云端再见 谢谢